来关心今天三大报的头条一样都是 中台煤机铺台的相关报道 而中台煤机是直接朝着东台湾而来 花莲首当其冲 为了避免山区豪大雨带来灾情 吉安乡、秀林乡等八个乡镇 昨天下午到深夜 也针对低洼地区和高风险的地区 陆续进行预防性撤离超过五百人 锦销与国军辅着军民上车 煤机台风来势汹汹 花莲县及安乡荣光社区又要撤离 这里离海边很近加上地势低 为避免台风带来淹水土石流等灾情 连夜撤离民众 台风挟着强风豪雨 东台湾首当其冲 花莲县从昨天开始 针对地势低洼和土石流高风险地区 实施预防性撤离 包括吉安乡 秀林乡等八个乡镇 撤离了超过五百人 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国军也出动上百兵力和车辆配合 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 到安全的收容中心 气象局也针对宜兰花莲三区 发布超大豪雨特报 提醒民众严加戒备 记者综合报导